哈喽,各位弟兄姐妹,亲爱的灯塔家人们,大家晚上好啊,愿你们平安,我是你们的牧师,麦可牧师,今天是周末,MCO的46天,那你如何知道你心到底有没有骄傲? 然后我们来看路加布英第18章第9节到14节,耶稣向那些自词为义,轻视别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,有两个人上圣殿祈祷,一个是法利塞人,一个是瑟利,法利塞人站着, 祷告给自己听,这样说,神啊,我感谢你,我不像别人,勒索,不易,奸淫,也不像这个瑟利,我一个星期,进食两次,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献十分之一,瑟利却奄奄站着,举目望天也不敢,只垂着胸说,神啊,可怜我这个罪人,我告诉你, 这个人回去,比那个倒算为义,因为抬高自己的必要降卑,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, 耶稣用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,如何和上帝建议正确的关系,这里有两个,两个人,各自有,阿命,都有各自的价值观啊, 法利塞人是宗教人士,一生不是神,而瑟利是犹太人眼中的走狗,因为他为罗马政府向自己的民族收税, 他们会不择手段讹杂人民的血汗钱,收取多过政府要的税收,他们一生同臭味, 法利塞人只想告诉神他们有多棒,他不仅守法,禁止祷告,道德上比任何人还要好,他用别人来衡量自己公义的标准, 另一方面,瑟利却以上帝做公义的标准来衡量自己,他清楚自己最大二级难逃上帝的粉弄, 他救不了自己,因此可以胸祈求上帝怜悯而舍免,到上帝面前的方式有两个方,有两个, 第一,靠行为,也就是说,不停地做或停止不做来换取上帝的认同, 这种的表现产生了质疑,我们多不喜欢质疑的人,不是吗? 因他们认定自己比别人更好,他们很自我中心,行事为人只想到自己的益处, 满足和名利,行为主义者,是以不正确的动机去讨好上帝, 另一个到上帝面前的方式,靠上帝已成就的搭工,也就是恩典, 恩典指的是,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, 神把我们的罪和基督的公义在十字架上兑换了, 这就是保罗说的,神使那无罪的,替我们成为有罪的, 使我们在他里面可成为神的义, 意思说,上帝宣告我们公义,无罪释放,因基督做成的供, 请问你是法利赛人还是税吏呢? 我们可以靠行为去取悦神, 还是谦卑伤心痛悔的到上帝面前, 承认自己做什么都不能讨神的喜悦, 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, 我们不过要向他乞讨恩典, 当我们明白了做神而你是因性称义并且透过恩典的时候, 这才是到神面前来的正确方式,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, 主耶稣做了一切, 叫我们得着了一切, 让我们一起祷告, 亲爱的父神啊, 谢谢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, 你独生指耶稣为我们使在十字架上, 我们满心欢喜你奇妙的大爱, 我们本不配, 你却赐给我们这份礼物, 让我们在抗议期间, 继续享受你无比的大爱, 叫更多的人被你的慈爱吸引, 求你纪念那些NGO服务, 那些困苦人事实, 保守他们灵坦然, 奉耶稣君的名, Amen。 请不吝点赞,